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今天是24节期当中的立夏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都是那个准备的意思 就是准备迎接这样子的一个季节 立春就是准备迎接春天 立夏就是要准备迎接夏天了 好那今天的天气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中南部地区真的像夏天一样的热 但北部地区因为受到封面的影响 因此今天会转为有雨的天气状况 不过这一波封面只停留一天的时间 明天又会转为温暖稳定 甚至有点闷热的天气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 震雨降雨几率是60% 白天的温度只有21到24度 现在台北的温度虽然是26度 但是那么未来的一段期间 今天整天来讲都应该是偏阴凉的 而且降雨不断 因为最大的雨势就在白天了 那么到了晚上雨势就会和缓 然后明天又会转为稳定 所以呢 现在虽然台北还没有真正的下雨 不过出门的时候呢 还是不要忘了攜带雨具 那至于中部地区呢 多云降雨几率20% 降雨的机会并不是那么的大 主要的是呢 这一波封面 如果有一些封面云系飘到了中部地区的话 可能会带来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整体来说算是稳定的 那白天的温度25到28度 南部地区就非常的炎热 完全不受封面的影响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2度 至于东部地区呢 同样的跟过去这两天一样 因为吹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呢 迎封面的宜兰花莲台东 降雨几率80% 白天的温度22到29度 澎湖地区多云降雨几率10% 白天的温度是24到27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东澎湖26度 台中宜兰花莲25度 台南跟高雄27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的 道琼公益指数上涨了19点 刷盘指数是34133点 涨幅百分之0.058 那近乎是平凡 不过呢 这个科技类股呢 就是杀身隆隆了 那么纳斯达克呢 大跌了261点 刷盘指数是13633点 跌幅百分之1.88 而S&P指数下跌了28点 刷盘指数是4164点 跌幅百分之0.67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49点 刷盘指数是3024点 那么跌幅是百分之1.6 那这里面呢 科技的五大天王呢 跌幅都相当的重 里面呢包括了像苹果 重挫了百分之3.54 而脸书呢 大跌了百分之1.31 那么这个阿发贝下跌了百分之1.55 而亚马逊下跌了百分之2.2 微软下跌了百分之1.62 你可以看得出来呢 其实呢五大科技天王的跌幅 是要比纳斯达克的这个跌幅呢 大部分都还是要来得重的 那至于在台股的ADR的部分呢 台积电的ADR继续下跌了百分之0.5 日月光的ADR也下跌了百分之1.49 而只有联电的ADR上涨了百分之2.2 中华电信的ADR下跌了百分之1.42 美股呢其实呢 昨天开盘的时候呢 其实还算是稳健哦 那么开平低盘 但是呢很快的 因为美国财政部长叶伦的一番话呢 使得美股重挫 那这番话呢主要要谈的是说呢 现在美国的政府支出 那叶伦认为呢 那么只占整个美国的经济的 其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应该还不至于催生通膨 他是要为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连续提的三个经济振兴方案 第一个通过的是纾困方案 然后第二个呢基建方案 第三个是美国家庭计划 这三个这两个方案呢 后续的这两个方案 还有四兆美元呢 要等着呢要通过 那很多人担心这四兆美元 如果通过的话 会更加剧了通膨的疑虑 那叶伦想要淡化这些疑虑 但是他后面加了一段话说 虽然这一个政府支出的规模 占整个GDP而言呢 是很小的规模 但是他认为 确实可以考虑要升息 来降低通膨的疑虑 那这一番话就引爆了整个市场的沙盘 那么因为叶伦他并不是一般的财政部长 叶伦是曾经担任过联准会主席的财政部长 而且他这个也是现任的联准会主席的前任 他跟现在大部分的联准官员的关系都极为良好 所以呢 叶伦的这一番谈话呢 不会被认为说是财政部长在指导联准会主席 而可能会被认为是联准会跟财政部长之间的默契 所以才引爆着市场的杀身隆隆 好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呢 反倒是上涨的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1.2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65.69美元 涨幅1.86%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则是上涨了1.3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68.88美元 涨幅1.95% 那至于在黄金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呢 因为这个一番这个应该要升息的这个说法呢 当然就使得黄金呢 是下跌 因为黄金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利息 那么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5.8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776美元 跌幅0.88% 那么白银呢 那么一涨一跌 跌幅也比较重 下跌了1.49% 而铜呢 小跌了0.15% 拔金也小跌了0.13% 那么同时呢 也使得美元指数呢 上涨了0.3个百分点 来到91.278 那至于在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涨多了 现在市场的疑虑很深 那么英国金融事报白银股价指数 下跌了46点 跌幅0.67%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下跌了56点 跌幅0.89%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了379点 跌幅2.49%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是要再次的跟大家这个厘清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美股大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是因为呢叶伦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呢 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呢 接受华尔街日报的 这个线上活动的时候呢 他就强调说呢 相较于整体经济 其实目前政府新增加的这一些 这个计划方案呢 所占的比重其实是偏低的 所以不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活动 他其实是要淡化拜登的 四兆的这一个基础建设计划 加上美国家庭计划呢 对于美国可能产生的通膨冲击的影响 那么但是呢 他也随后说 为了确保经济不会过热 联准会可能必须要适度的升息 这是让经济具有竞争力跟生产力的 必要投资 好 这番话呢 就引发了市场的大跌 虽然叶伦呢随后呢 不断的强调 升息并不是我能够预测或者建议的事情 不过市场呢 显然那个担忧呢 已经出现了 好 那么这个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公布三月份的贸易逆差 扩大到了744亿美元 再攀登了历史的新高 三月份的贸易逆差增加 其实跟纾困方案是有关系的 因为纾困方案呢 美国的零售销售的金额大幅度的成长 那么使得呢 进口的货品呢 也就大幅度的成长 也就带动了贸易逆差的扩大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通膨的疑虑 那么铜的价格 虽然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小幅拉回 不过它的期货价格呢 在盘中的时候 一度升破了一公顿一万美元 甚至于呢BOA美国银行呢 预测这个全球经济 现在正在解封期 所以呢 有关于铜料的需求 需求非常的强劲 而美国的这些相关厂商的库存 其实已经来到了低点 它的库存呢 大概呢 只有这个两到三周的库存 这是相当低的一个库存量 所以呢估计铜呢 公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甚至于推估铜价 可以到这个两万美元 好 这个是美国银行的看法 大型交易商托克集团 也抱持着同样的看法 好 不过呢 国际铜研究组织 ICSG呢 的看法显然有一点点不同 那么它认为呢 短期之内确实会有公不应求 但是呢2021年跟2022年 今年跟明年呢 现在预计呢 会新增加的铜的矿产量 可能会使得 今年跟明年的铜的产量 不但没有公不应求 相反的可能会 这个公过于求 有剩余 好 这个呢 是铜的价格 但重点不是铜而已 而是呢 所有的原料 包括了木材 玉米 黄豆 石油 还有包括了小麦呢 还有刚才的基本金属的铜呢 其实呢 都已经涨到了历史的高点 所以呢 这一方面呢 使得原物料价格的上涨 在制造业的复苏上面呢 形成了一个冲压力 然后呢 复苏的力道 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另外一方面呢 有很多的投资者呢 也已经看到 就是原料的一些供应国 比如说像巴西 墨西哥 马来西亚 印尼 这一些呢 属于这种 不管是木材啦 或者是这个棉花啦 小麦啦 玉米啦 黄豆啦 铁矿砂啦 那么这一些的原料供应国的 币值 可能有机会升值 好 另外我们看到 但新兴市场到底值不值得投资呢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呢 在根据IIF啊 也就是国际金融协会所做的统计 4月份呢 全球资金呢 显然又重回了新兴市场 那么估计呢 4月份外资回到新兴市场的股市债市 总计呢 有455亿美元 创了1月份以来的今年的新高 事实上从去年3月到现在 那么除了去年的11月12月跟今年的1月之外呢 那么外资进入新兴市场的股市跟债市呢 最高的就是今年的4月 而这里面呢 股市的部分呢 投入了142亿 其中有135亿美元呢 就是进入了中国大陆的市场 而债券市场其实比较高 进入了264亿美元 那么但是呢中国大陆的债券市场呢 只有吸纳了48亿美元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港股的部分 那么大陆的股市人就在五一的黄金周 所以呢他们继续修饰 而香港恒生指数呢 昨天已经止跌回升 上涨了199点 收盘指数是28557点 涨幅0.7%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那么台股呢 昨天呢继续第二个交易日的重挫 大跌了288点 收盘指数是16933点 跌幅高达1.68% 不但跌破了17000点的关卡 而且跌破了月线 最重要的是呢 成交量再创历史新高 昨天呢上市上柜 合计起来的成交量 超过了7600亿元 那么OTC的跌幅更重 昨天呢是大跌了超过了3个百分点 来到了202点 跌幅高达3.07% 昨天呢在盘中呢 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呢 它就是内资的多沙多 就是它主要的其实是 这个内部的资金的多沙多 因为你看外资啊 外资虽然在台纸旗的净空单 创了历史新高 来到了这个来到了这个39300口 但是呢它在现股的买超的部分呢 反而是小幅买超了0.9亿元 它不是卖超 它是小幅买超 那么三大法人当中呢 主要的卖超是投信跟自营商 投信卖超了20.7亿元 自营商卖超了60.9亿元 好所以第一个呢 它是内资的多沙多 而第二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当冲显然是有过热的疑虑 昨天呢成交量报表 报了历史的新高 而当冲呢所占的比重呢 也报了新高 那么当冲买跟卖合计的金额呢 是5663亿元 占比呢已经来到了 百分之42.11% 如果我们去看啊 在当冲降税之前的2016年全年 当冲呢占整个的日均量呢 大概只有百分之9.6% 那么到了2017年到2018年 降税之后的这第一年呢 那么它的当冲比重就已经提升到了 百分之22.3% 那么现在如果算到了今年的三月底的话呢 当冲的占比已经来到了 百分之30.3% 昨天更是来到了百分之42.11% 那么这个当冲占比超过六成的公司呢 达到了一共有21档的股票呢 它的当冲占比超过了六成 所以当冲有没有过热 引发这一些市场上面的论战呢 就当初呢 其实因为成交量过低 所以呢 用当冲来降税 但现在呢 那么热的这个台北股市 是否还需要用当冲来刺激成交量 这一点呢 可以值得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华尔街日报呢 提出了警告 台湾跟韩国面临两大失衡 一个失衡呢 是出口非常非常的热 但是内需呢 显然没有办法跟上出口的这个热 第二个失衡呢 就是呢 因为房地产非常的热 所以呢 家庭负债比过高 这两大失衡可能会使得 台韩同样面临脆弱的泡沫化疑虑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情况 发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决定 吴转发 打赏农丝